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中了新川的六少主尹征 尹征精明能干 有志士之才 金川主点名要把女儿袁英嫁给尹征 其实 袁英早就到了婚嫁的年龄 金川主把她留在家里舍不得放手 是因为金川主把女儿的婚事当成了一门生意 金川主就是要挑选能让金川利益最大化的联姻对象 袁英成了她代价而沽的商品 尹征只是个根基不稳的数字 她没有抗制抗婚的资格 袁英同样也反抗不了父亲的安排 两个人被迫成了夫妻 心里都有怨气 洞房花竹叶 袁英直接和尹征摊牌 她不认可这样的婚姻 她会尽力帮尹征巩固地位 等尹征坐稳朝堂就要放她离开 袁英还许诺会好好教导李威 把李威培养成能独当一面的夫人 不仅如此 袁英还祝福尹征和李威恩爱幸福 袁英的坦诚让尹征和李威放下心来 袁英轻松掌管了内院 她有很强的管理能力 尹征尊重她 李威也崇拜她 三个人很快就处成了一家人 袁英和尹征这对夫妻有名无实 袁英更像是尹征和李威的老师 李威在袁英的督促下进步很明显 李威对袁英慢慢有了强烈的依赖感 袁英成了尹征和李威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袁英却提出了与尹征合离 要离开新川回到金川 李威舍不得袁英走 但她知道袁英不该被困在无碍无性的婚姻里 袁英应该得到自由 李威含着泪送走了袁英 袁英结束了和尹征的婚姻关系 成了金川的一名女官 袁英终于过上了她想要的生活 清清日常 袁英自始至终都很清醒 她没有介入尹征和李威的感情当中 没有被男尊女卑的思想同化 她与尹征合离的背后 藏着李威想不到的良苦用心 一、对做事业初心的坚守 比起儿女情长 袁英更喜欢的是事业上的成就感 袁英有管理方面的能力 做账水平一流 无论是打理尹征的内宅 还是后面坐酒楼的账房先生 袁英都做得很出色 袁英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女官 但父亲中男轻女 不让她参与朝堂上的事 只把她当成联姻的工具 即便被迫嫁到新川 袁英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人生的规划 她尽力辅佐尹征 和尹征成为了盟友 她给尹征出谋划策 尹征给她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袁英在新川也可以有利追之地 但这小小的一方天地 是无法满足袁英的志向的 袁英想靠自己去打拼 而不是借着尹征夫人的头衔生存 只要袁英留在新川 她就永远是尹征的正妻 是新川的六少夫人 而不是完完整整的她自己 袁英足够优秀 金川的势力却交给了袁英的弟弟袁绪 袁绪无能又荒唐 就是个败家子 可袁绪是嫡子 她从出生起就比袁英有优势 袁英不忍心看着金川败在袁绪的手里 她坚持和尹征合离 回金川去做女官 有她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 二、对李威和尹征爱情的成全 袁英下定决心要走 认准了这个时机 是因为她看到了李威和尹征 最为恩爱的一面 李威和尹征照看好家的女儿 画面温馨美好 宛如平凡的一家三口 袁英看到这样的场景 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多余 袁英从嫁过来的那一天 就保持着克制和冷静 她对尹征从来没有过别的心思 哪怕尹征仪表堂堂 人品和才华都很出众 袁英主动和尹征保持着界限 她对李威和尹征的成全 藏着她最大的善良 内心再强大的女人 也会渴望婚姻的美满 谁都希望自己的身边 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尹征和袁英很有默契 两人有共同的追求 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都不谋而合 如果没有李威 袁英或许会和尹征成为一对 相敬如宾的真正夫妻 但正是有了李威的存在 袁英才不会迈出那一步 袁英婚后独守空房 看着尹征和李威的甜蜜 袁英心里泛起的是羡慕 是欣赏 却不是嫉妒 袁英嫁过来之前 早就听说了尹征有个测试叫李威 袁英知道自己的处境 被当作怜英的棋子 不被丈夫宠爱 还要被测试忌惮 所以大婚当晚 袁英比尹征先一步开口 讲出两人只是合作关系 袁英先发制人 避免了自取其辱 也给尹征吃了一颗定心丸 尹征和袁英大婚 李威很受伤 闹着要回老家 袁英主动找到李威 把自己的打算都告诉了李威 还耐心劝解李威 人长了嘴就要把误会讲清楚 长了耳就要听人辩白 不要因为矫情又或者害怕面对 而选择逃避问题 来回扯皮浪费光阴 那时李威年轻懵懂 遇到困难只会哭和逃避 袁英却教会了他主动面对 他对李威无私的爱护 才是李威把他当家人的原因 可袁英无论再怎么避嫌 他都是尹征的正妻 宫廷家宴测试没资格参加 李威只能委屈地看着 袁英和尹征出双入对 袁英的存在 是李威和尹征婚姻里的障碍 爱情容不下第三个人 只有袁英退出 李威才有被扶正的可能 其实以袁英的实力 如果他真想为难李威 李威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 但袁英没有那么做 袁英不屑于去辞敬 他以先生的身份自居 是自尊自爱 也是慈悲善意 三 对男尊女卑的控诉 袁英的父母从小就对他很严格 袁英也一直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袁英小时候爱吃螃蟹 父母不让他多吃 一次只能吃一只 袁英说 不是螃蟹 而是自制力 袁英一刻也不敢松懈 生病了还要坚持看账本 就连放风筝也是一板一眼 李威捡了他的风筝线 让风筝自由飘走 袁英才知道 自己正如那只风筝 如果脱离不了线的掌控 他永远也飞不高 飞不远 禁锢袁英的不是无碍无性的婚姻 而是男尊女卑的思想 连吃饭和睡觉都要节制的袁英 活得很压抑 他不怒而微 看起来很严肃 实际上 他也渴望被关心 被照顾 女人活在条条框框里 难免会束手束脚 李威的天真烂漫 也感染了袁英 单打独斗惯了的原因 在李威身上学会了示弱 李威和袁英互相分担 彼此弥补 两个女人没有为了一个男人 明争暗斗 反而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李威追求一夫一妻 袁英认为 女人也可以发展事业 两个女人在平等这件事上 都有自己的坚持 金川主让袁英 做个娴淑安稳的女卷 却重用无才无德的袁婿 袁英带着尹征回金川 宣布两人合离之事 金川主大发雷霆 金川主不同意袁英离婚 一是她怕金川和新川的关系不牢固 影响两川的联盟 二是女人离婚在金川 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女人地位不高 离婚了 很难有好的出路 尹征向金川主保证 会减免金川的过税 新川和金川还是盟友 袁英也对父母说 我和尹齐做盟友很有默契 可我们没办法做夫妻 我和她之间没有夫妻情分 她对我也是一样的 没有感情却勉强维持的婚姻 不过是牢笼 女人不该只有嫁人这一条路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命运都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风筝线由他人牵扯 自己只能成为他人的附属品 人只有独自坚韧 不断进步和充实自己 才有机会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袁英规划了金川的改革方案 上了折子 金川主才知道 袁英有多优秀 袁绪远远比不上袁英 袁绪把仿饰弄得一团糟 袁英的折子里提出的建议 不仅合理还很有价值 让金川主眼前一亮 袁绪仗着自己有嫡子的身份 就不思进去 而袁英每天都在用心做实事 袁绪和袁英有差距是必然的 性别不该成为 判断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 金川主最终松了口 同意了袁英和尹征合理 让袁英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女官 李威和袁英道别 收走了袁英桌子上的女界 也代表了袁英挣脱了束缚 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青青日常》剧中 袁英曾经对李威说 我都没有放弃抗争 你俩本就有情 难道还想低头认命 袁英身上最难得的一点是 他没有屈服于命运 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子就妥协 他清醒地选择了抗争 并且用实力为自己争取到了应得的权利 袁英做人坦诚磊落 他足够善良 也足够仗义 无论是尹征还是李威 遇到袁英都是一种幸运 也正是因为袁英的成全 尹征才可以兑现 对李威说过的 只有你一个妻子的诺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